阿公阿嬤病桌午餐 还有老师在前头炒热气氛 韩乐林族聊聊身体健康状况 这样的场景很难想象 居然是在药局里 这一间位于云林湖围的药局 传承第三代 不再单单只是卖药 还多了智慧科技 韩乐林服务导入 每天早上9点 就有不少老人家来药局报到 甚至直接坐上健身器材 由药局专业人员指导 这些从日本漂洋过海来台湾的器材 还会记录各项数据 估算使用者身体年龄 在运动当中 帮老人家身体找回年轻 其实日本的场照 跟很多的服务模式 是走在台湾很前面的 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我们家的药局 能够导入像这样子很活络的气氛 很完整的服务 以及这些的运动的设备的话 那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还有仪器量测血压血糖等数据之后 直接上传医院 让原本在零里间的药局 摇身一变成为地方的健康中心 另外在台北也有药局 在开业传承三十年后 和时代并进 这个的部分的话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长辈的记忆力的状况 一样在药局里面 就能透过器材互动 观测身体状况 这个药局和大学合作 研发的智能地变 配合反应游戏 不只能让测试民众活动筋骨 还能测试跌倒失智风险 同样把数据传给专业医师参考 现在来到药局里面 还可以透过像是这种VR眼镜 来模拟各种眼睛会出现的症状 让民众可以自我检测 我们现在就来体验看看 所以我现在眼睛前面 会出现一块这个是 它是会有视网膜玻璃的 看到的状况 几身药局分布最密集的 台北市民生社区 想走出不一样的路 不只要靠设备 还要靠AI结合数据 变成数位门市 而药局里不再只有药师 还多了营养师 护理师 健康咨询团队 在药局来说 我们还是深入社区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 未来慢慢的是 偏向数位化 偏向在宅服务 偏向一些 比如说 我想远距比较不是药局的 一个专长 那如果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我想连锁药局 应该是比较容易 去做整合的 未来药局不再只有卖药功能 还能在最基层 掌握民众健康状况 把民众健康资料 存入云端 结合到看诊医师那端 健康产业链在时间科技推进下 脱胎换骨 成为在地健康守门人 TVBS新闻和江罗宁捷台北云林报道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